郭文貴議員 各位同仁大家早安 今年的六月十五號 聯合國已經退回 我們立法院所通過的兩個國際人權公約 這樣的一個舉動 無意是把馬英九所謂的活路外交重重的打了一個巴掌 聯合國退回我國的兩個人權公約 最主要根據的理由是2758號決議案 一個中國的原則 這樣一個舉動其實不是唯一的 我們看看最近 我們參加APIC會議 我們還被拒絕在氣候變遷會議之外 不得其門而入 同時呢我們也被排擠了 沒有辦法參加美國所主導的 半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定的這個會議裡面 這個充分都可以看得出來 馬英九執政之後所主導的活路外交 並沒有辦法給台灣帶來活路的這個國際空間 最主要是什麼 最主要是因為中國表面上對我們四肢善意 但實質上 本質上 就是要拿取台灣 非把台灣並吞不可這樣的意圖 很可惜的是 我們選出了一個 在外交上表現近乎白癡的總統 竟然會認為說 中國對我們的善意 今天的各大報紙又爆出他的這個馬語錄 認為說 生意做大 兩岸就不會打仗 生意做大兩岸怎麼會打仗呢 我們的總統竟然在總統府裡面 對台灣的人民講這樣的話 這種白癡的話會害死台灣人啊 這樣的話不僅僅瓦解台灣的民心士氣 把一個一千多美飛彈對準我們的中國 當作是一個好朋友 國際社會也不會再關注台灣的這個安危 這個真的這樣的一句話 跟他的所謂的活路外交 是會害死台灣人 我們希望執政黨的委員啊 一定要站出來講話 是台灣兩千三百萬人 共同支持你們不是中國 今天任憑馬英九這種 請忠害死台灣人的這種政策下去 我想我們大家都愧對 支持我們的選民 其實馬英九的這個馬語錄 自從擔任總統以後 總統不見了 台灣不見了 連民國都不見了 這樣的政策如果不改權不跟章 不懸崖勒馬的話 台灣將死無葬身之地啊